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犯罪惊悚电影《困兽之斗》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男主开飞机运送毒品出境 途中老婆闹脾气,毒贩放狠话,警察要逮捕她的故事 电影开始,杰森是一名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她飞行技术高超,做事雷厉风行 正因如此,杰森被毒贩看上 毒贩让杰森帮他们运送毒品出境 杰森虽然明知这是犯法的事情 但是耐不住金钱的诱惑答应了下来 为了躲避警方视线,杰森选择再打雷下雨天飞行 按理说这种天气根本不适合飞行 但富贵显中求,只要这次运送成功 杰森就可以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佣金 刚飞没多久,杰森就接到老婆丽莎的电话 由于是秘密飞行,所以杰森谁也没有告诉 丽莎认为杰森不爱她了 工作结束后也不回家 丽莎不知道是杰森正在紧急的飞行中 杰森一边安抚老婆的情绪,一边开飞机 可谓是忙得焦头烂额 面对丽莎一连串的询问 杰森只能吱吱吱吱地回答 因为丽莎一旦知道就会被毒贩盯上 而毒贩们为了封口就会杀掉丽莎 挂断电话后,丽莎再次打进来 开始和杰森回忆往事 与此同时,杰森的行踪被海关发现了 他们派出无人机尾随杰森 试图逼杰森迫降飞机 而此时的毒贩在警局内的眼线 向毒贩传出杰森被发现的情报 听到这个消息,毒贩们便跑去杰森家绑架了丽莎 用丽莎威胁杰森,毒贩打电话给杰森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毒品带到目的地 不然就等着接收丽莎的尸体 杰森为了确保丽莎的安全 只能一边答应毒贩们的要求 一边让他们不要伤害丽莎 话还没说完,就被突然打进来的新电话给掐断了 原来是警方打来的电话 他们劝说杰森投降下降飞机 这样就能减少他的罪行 杰森当然不会听从警察们的劝阻 他打开窗花,用枪打掉无人机 并以此向警察表明自己的态度 距离飞行目的地只有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了 杰森打电话通知毒贩 让他们准备好接应自己 正在这时,忽然杰森身后出现了一辆飞机 那辆飞机超过杰森的飞机 开枪试图将它射掉下来 原来这艘飞机是边境刑警派出的 他们发现不明飞机便想将它击落 随后警察埋伏在杰森的降落地 毒贩带着丽莎也埋伏在那儿 双方都在等待着杰森的降落 杰森平安降落到目的地后 警察和毒贩为了毒品展开了一场恶战 最后杰森带着丽莎逃了出来 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 而杰森和丽莎无助地望向远方 这部电影的题材很好 毒贩、运毒人和警方之间的较量 他们三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用电话为主线 营造出紧张的氛围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会在这里的电影到这里 这个电影到这里的顺利 我们在这里的电影到 最后按摩 最后的电影到这里 这里有一点点 您要看到的电影到 根据到最后的电影到